说到港片的五福星系列 相信一定有很多观众记忆游身 在八十九零年代的时候 五福星可谓是风头正进 一经推出就备受好评 五福星系列电影 以香港喜剧元素作为素材 兼有五位演技和人气相当高的演员作证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占有了一席之地 票房也一直居高不下 如今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过得也都各不相同 红金宝 大茶壶这姑菜 红金宝出生于1952年 六岁时被送入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戏班学习 成为七小福之一 十四岁时担任动作指导 二十二多岁创立红家班 1980年自编自导自演鬼打鬼或香港票房冠军 该片成为香港僵尸片开山之作 其后多部作品拿奖到手软 一路高开高走 艺人兼有演员 导演动作指导 监制 编剧 制作人 电影人多重身份 成为香港娱乐圈名富其时的 大哥 年近七旬的红金宝已经退居幕后 偶尔会做一些动作指导 现在有了孙子 也可以进向天伦之乐了 秦祥林 华其身 当年秦祥林比红金宝可要火太多 拿下了很多奖项 可谓是当年最红的明星之一 由他拍摄的作品一般都会有很好的票房 秦祥林出生于1948年 二十岁进入娱乐圈发展 在七十年代时 雄瑶剧成为一时的大IP 其中涌现出最具有影响力的 到秦二林 秦汉 秦祥林 林凤娇 林青霞 而秦祥林也因为相貌俊秀和演技突出 成为了穷瑶御用小生 秦祥林和林青霞的恋情八卦 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之后秦祥林一路获奖颇多 例如人在天涯 获得第十三届金马奖影帝 1989年秦祥林移民美国 开始投资股市被洗劫一空 后又投资楼市终于有所收获 不过拍摄了几年电影之后 他就移民到美国生活了 据说生活非常悠闲 祥林家庭生活美满 两个儿子也是高大帅气 余生安好 冯翠帆 犀牛皮 1945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73岁了 他活跃在影坛的时间挺长的 同时他也是一名导演 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他的感情非常的曲折 一直都没有结过婚 如今73岁依旧孤身一人 冯翠帆出生于1945年 20岁参演黑玫瑰之三只红花侠盗 进入影视圈 出道后的冯翠帆接片不断 多次提名为香港电影金像将男主角 可惜未有斩获 虽然为获奖 但被称为幽默祖师 那冯翠帆仍然为港片的繁荣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74岁的冯翠帆 可谓是感情之路坎坷 至今未去仍是单身 未生活仍然在接戏 真是让人唏嘘不易 吴耀翰 大声的 吴耀翰出生于1939年 16岁在英国贤斯特戏剧学院读书 毕业后加入BBC电视台演出 可以说是五福星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演员 31岁回到香港开始参演影视剧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多是以绿叶的配角身份出演 他把超越卓别林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虽然一生未获奖 但也是港片中经典的喜剧角色之一了 80年代参与经典港片五福星系列电影演出 其中一幕是他学了隐形术 全裸露屁股跑来跑去的画面 因为太好笑了 让他一吐而红 他也曾参与林焕先生演出 和经典演员林郑英有对手戏 90年代逐渐淡出 2013年付出街拍电影《僵尸》 每次在荧幕中看到他就想笑 相信有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 本身长得就比较喜感 拿过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拍摄不少影片 为影坛做出不少贡献 如今也过上了安享晚年的悠闲生活 据说他的儿子也是圈内人 也拍过电影 如今的吴耀翰身价35亿 儿子却被女友嫌弃穷困 而自己身体每况愈下 只能靠每天洗肾保命 有些令人心疼 曾志伟、罗汉果 曾志伟出生于1953年 6岁时代表香港参加青年杯 直到70年代才进入影坛 1974年结束了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在从影的生涯中债货影帝满满 曾志伟如今在娱乐圈也十分的有地位 毕竟是老戏鼓了 当年的他也是风靡一时 不过从2018年初就信青蓝结音事件 让他深陷丑闻中 一把年纪了却被人扒出这样的事件 着实让他焦头烂额 如今66岁的曾志伟即将抱上孙子 准备升级当爷爷了 晚年生活也算是幸福美满 世事变迁 无福星现状差别巨大 香港电影产业发达 其中又一警匪片 喜剧片最引人入胜 有不少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七 八年即生 小时候就是看电视剧真情 电影《五福星》系列 富贵逼人系列 开心鬼系列等喜剧长大的 你现在熟知的心也恐怕 都还要叫这些人一生前辈呢 不过看了这么多喜剧 你还记得那些努力表演 只为了要给观众带来欢笑的演员吗 今天就为各位粉丝们 找出香港早期十大邪心 与各位重温当年的欢笑与感动 薛家燕 香港长寿电视剧真情吗 剧中知名的好姨 就是薛家燕 她另一个让人难忘的代表作 就是电影《十神》中最后吃到 黯然销魂饭的评审 她从小学乐剧 跳芭蕾 八岁便参加电影演出 至今演出超过百部电影 在香港很受欢迎 多次被选为最受欢迎明星之一 还曾获香港政府颁发荣誉勋章 表现深受肯定 罗家英 她曾演过国产007的达文西 大话戏友的唐僧等爆笑角色 但她来头可不小 不仅出生乐剧世家 还在21岁起就演出各种大戏 连刘德华都曾向她拜师学艺 直到70年代乐剧观众逐渐减少 才改型参与电影演出 她与女星王明泉交往20年 期间虽多次求婚但都被拒 直到2004年罗家英罹患肝癌 两人才在5年后与美国结婚 陈殿霞 招牌笑声 独特发型 陈殿霞纵横娱乐圈47载 出了被称作 飞飞 飞几外 还被誉为香港国宝级艺人 早年她一心想成为艺人 却遭父亲反对 后来以电影一束桃花千朵红出道 曾主持欢乐经销超过20年 1987年起 参与卖作贺岁片 富贵逼人系列电影 至今仍是大家的经典回忆 2006年接受胆管手术治疗 之后切除部分肝脏 2008年病逝香港 传奇一生画下句点 陈百祥 在周星驰电影中 常见陈百祥的滑稽身影 不管是在唐博湖点秋香里画出 小鸡吃米图的柱枝山 还是陆顶记里一直记错 熬拜贪污多少银两的多龙 都让人印象深刻 至于他的崛起也是相当励志 陈百祥儿时生活困苦 就读圣若瑟书院时 音歌声好听 被人介绍去唱歌 逐渐累积知名度 能歌 能演 还会主持 让他在2015年获班 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 八两金 外形独特 八两金叶静声让人一看就难忘 但他早年在演艺圈并无闯出名号 直到参与时辰演出才一炮而红 王后的演出虽然片段不多 却在网络享有极高人气 这一切都证明 他的长相真的令人难忘 八两金曾在接受专访时说 外形美丑只是给陌生人的第一印象 还是要深入内心 才能判断美丑善恶 黄百明最经典的形象 就是喜剧开心鬼中的失忆秀才 朱榜演 不过他的现实生活 可一点都不失忆 黄百明除了是演员 也是香港知名的电影制作人 编剧和导演 有不少人都是因为他的电影而走红 例如许冠杰 麦家 张学友 周润发 甄子丹等 他眼光精准 品位独到 虽高龄71岁 但今年仍顶着一头黑发到台湾旅行 还被粉丝认出要求合照 气色依然红润 林雪 光讲林雪两个字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但看到他的照片后 你一定会恍然大悟 我在哪部片看过他啊 没错 林雪演了百部电影 却让人叫不太出名字 因此被媒体誉为绿叶王 但他演啥像啥 除了能演喜剧角色 1999年也因演出枪火 被提名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虽然没得奖 但在2017年货班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男配角 备受肯定 黄自华 黄自华早年在加拿大拿到哲学学试后 回到香港 希望成为演员 过程却不是很顺利 到了1990年 他心灰意冷 在退出演艺圈前 决定以独特的 动赌像 独角喜剧向观众抒发心路历程 没想到一炮而红 从此被定位为邪心 他演出内容除了搞笑 也有讽刺石壁的意思 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希望能在演出中 让观众不停去反思 此外 也有不少由他担纲演出的港剧 获得网友们的喜爱 徐冠文 徐冠文是香港经典冷面笑讲 1981年和两个弟弟自导自演喜剧摩登保镖 一剧拿下香港金像奖第一届最佳男主角 他早年是电视艺人 70年代初次登上大荧幕 生涯累积许多作品 包含了现在大家依旧熟悉的神算杀杀杀 吉同鸭奖 去年参与台湾电影一路顺风演出 跨海来台拍戏 还被提名金马53最佳男主角 最后爆冷由大陆演员范伟夺得 上面提到的明星 你还认识那几位呢